嗨,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第一节的第二小节 就是关键词研究的基本点 关键词研究我们上一小节我们已经讨论它的基础的一些概念 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 就是说关键词研究它的基点 基本点它的支撑它的支柱是什么 你要看研究一个关键词的时候 你要看哪些标准去选择去筛选去过滤掉 然后得到合适的对你最好的关键词 把它拿过来做研究做推广这些 主要是讲的这些内容 然后它的基本点有四个 我认为它有四个 就是我去看的时候我又看这四个 一个是搜索量 一个是竞争 还有一个SEO价值 还有它的趋势如何 我们再一一来讲解一下 就是这四个四点它具体就什么意思 搜索量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凡是做这个SEO的 或者说做搜索引擎营销的 它都会知道 一个关键词的搜索量是它的生命 没有搜索量 一个关键词没有搜索量 它就是没有价值的 搜索量越大越好 但是说这个搜索量 你要考虑到 不是说它的搜索量越大 对你的价值就越高 这是不一定的 这主要是凡是判断一个词 它的价值都要跟你的终端 引力终端联系在一起 去判断去取舍 不要简单的看一些数据 越大越好越小越好 或者越怎么样越好 这都是不一定的 我们来看 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叫LED Lite 这个是谷歌的关键词工具 后面我们会讲到的 如果大家有用过呢 你自然会很熟悉这个页面 如果没有用过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来研究它 就是LED Lite 这样一个关键词 它的搜索量 现在我们选择是广泛 就是毛收索量 毛收索量 就是它的匹配类型 这三种匹配类型 我们在下一小节 我们也会讲到的 先不要急 它我们选择广 它是默认 选择就是广泛的 就是毛的 毛的就是说 不是太准 只要它那些词里面 有包含这个LED Lite 然后它就会把它 计算在这里面 就说它的毛的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是274万 274万每月的搜索量 这个搜索量还是蛮高的 还是蛮高的 包括它下面的一些词 一些具体的词 家用的电灯泡 什么户外的 发光的带子的 还有用在汽车上的 这些词 它都有 它都有它对应的 对应的搜索量 是多少 然后看搜索量的话 如果用这个工具 来看搜索量 比较准确的 实际上 谷歌关键词工具 它也是不准的 就是它的关键词 就是三种 任意的一种匹配 它都是不准的 这基本上 这种夸大型 实际的搜索量 都没有这些标称的 这么大的数量 都有夸大了 我的估计是30%左右 基本上都有夸大 但是它具体夸大多少 然后它可能词跟词之间 也略有差异 但是我习惯上 我比较懒惰的话 把它寄存为30% 实际上它这个值标称值 比它的实际值 要高是30%左右 但是我们要去看 但是这三种里面 要去相对准确的去看 有多少的话 我们把这个广泛给勾掉 然后我们选择精确 我去看真实的 就是说 这个工具里面 最好最好能够提供的 也就是精确 这样一种东西 它的 就是说 搜索 全球来说 现在我们选择的是 全球 以及语言的话 也是所有语言 它全球的人 搜索LED来自 它每月的 是我想大概9万左右 这是它比较准确 这些工具比较准确的 一个估算 就是说 它每个月有9万 每个月有9万 我们除以30 每个月有9万 我们除以30 看一下 它每天 每天的搜索 就是3000左右 对 它的3000 就是3000左右 每天全球的搜索 这是它比较 比较准确的一个估算 3000 每天3000 很好了 已经非常好了 这样一个关键词 然后 看看下面 下面这些都是比较 比较好的 跟它比较相近的 这样一些关键词 然后这里可以 一共是100项 就是说它要拉下来 这里一共有100项 就是一页了 一页就展示完了 都有 像这样的话 像下面这些 具体一点的关键词 因为LED灯 这个是一个产品 然后下面就是 具体的关键词 具体的产品的系列 功能 应用 用途在哪里 他们的搜索都有一两千 一两千 就是 我们 这个好几百的 好几百的 那也可以了 比如说每天有800 每天有880 那你一个月不是有2万多 可以了 就我来说 一个月有这么多 就可以了 然后它每个月有一两千 好几千 六千 那也有的 我们就是说 可以去看 这些关键词 每天 像这个应该是最低的 170 最低的170 然后结合我们的终端 的盈利模式 以及它产生了具体的要求 去判断这样一个 这样一些词 我们去取舍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 当然希望是 这个搜索量最高的 每个月搜索量最高的 我们去做 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 这里也把它列出来 一个竞争的程度 好我们 跳到下一个 竞争的程度 是除了搜索量以外 第二个要考虑的 一个最重要指标 通常来说呢 就是说你搜索量越大 你竞争也就会越大 通常来说是这样的 不排除一些例外 但是我们要说的话 也只能说 通常的 这两个呢 是相生相克的一个因素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 你 我们比如说 举这个例子 那我们去做 LED灯这个行业 比如说我们 LED灯厂家 或者说 LED灯外贸公司 或者说任何 跟LED灯有关系的 网站 我们都希望去竞争 LED light这个词 因为它是最有价值 最好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到 它的高竞争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受起这样一种竞争强度 去做啊 去时间上桌安排人员 资源 金钱 去投入 各个方面 比如说我只是写一个 关于LED灯的 家 家庭 家庭用的LED灯里面的 比如说你家庭LED灯 你要装 装那里怎么装 会美光啊 跟家庭装饰把它结合起来 我只是写一个这样一篇 一个博客啊 我只是教人家这么做 我有需要去竞争这样一个词吗 对吧 你竞争的过吗 就你一个人的一个小博客 然后你值得去投入那么多东西 或者你投入得起吗 去做这样一个词 对吧 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跟你的 你关键词的选择一定要 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 一定要跟你的终端 对吧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 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去考虑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才能够最终来定 选择什么样的关键词 对 竞争和美月啊 就是这个搜索量之间 他们是相生相克的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不然的话 那谁都想做啊 搜索量大的 那谁都能做吗 你要考虑这个东西 所以这两个是相互制衡的 你要从你的实际出发 去考虑 对 这个搜索量好 固然是好 但是你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 那你还是选择跟你 最 关键词 就是这些关键词 跟你的 中端 最密集相关 最能够代表你的终端 最能够阐释你的终端 最能够让你的终端产生转化 这样一些词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开的是一个 在线销售的外贸 B2C销售 这个 LED灯的一个网络商店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这个词 比如说 这个词 ByLED 这个LED 同样都是非常好的词 就是说 符合我们这种终端模式 符合 能够对我们这个 终端产生转化 他们都是比较高价值的 但是说 这个词 这个词 ByLED 这个词 就我来选择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网店 刚刚 刚刚起来 然后我要去给他制定一个 推广计划 SU计划的话 我肯定会 首先会 这个是我的首选目标 而不是这个LED 因为我知道 LED 好啊 也挺好的 但是他 他就是说 转化 他的目标 他的诉求 不如这个来的具体 我 我 我搜这个词 我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 我就是要买 对不对 你告诉我去哪里买 哪里买比较好 价钱怎么样 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而不是说 这个研究这个LED LED LED 对 我可能是在找他的 比如说他都有分哪些种类啊 一些信息类的东西 都有哪些种类 他目前呢 全世界的生产量是怎么样的 最主要的生产国家 是不是中国啊 还是说啊 他也他也都有哪些技术规范啊 他有哪些认证标准啊 行业标准啊 他就说 LED Dlights这个 搜索这个词 它可以代表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息 这些都是没有经过过滤的 然后这个词都已经很明确了 我前面讲的那些东西 我都已经过滤掉了 我就是要买 我就是要买 对吧 虽然他们的 呃 都是对我们这个生意 这个终端 都是都是比较好的 都是能够概括的 但是就这个词 他会比较详细一点 然后他 以他来的来的流量 他说已经就已经经过筛选了啊 会价值会非常的高 嗯 然后他的 然后他的搜索量虽然低 但是他的价值高 然后他的 这个词的竞争程度 肯定会比这个 好一点 就是说 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词 就 BuyLEDlights 就比LEDlights好做 不是这么说 就是说 通常 LEDlights它属于一种池根 它池根所代表的网站 它通常都是比较 权重比较高的 一种 一种网站 它属于一种代表性的网站 然后你跟这种网站 去产生竞争的话 你必定会非常的费力 BuyLEDlights 它就是LEDlights 一个衍生 一个分支而已 然后他的网站 他的 网站的那些 包括权重啊 包括年限啊 包括他的整体竞争力 会比他 会比这个LEDlights 要弱一点 要细一点 你达成的时间会好一点 就是说你的 就是你的定位 也要好一点 然后他 还有包括就是说 他产生的价值 你700 比如说你这个 每月搜索量是720个 你这个是9万多个 但是他700 如果720个里面 大概有600个 如果都能够会向你购买的话 你产生的 这些流量产生的价值 也会非常非常的高 你产生 就是你看他的流量价值 产生的比例 对不对 你600 比如说600 你除以720 这百分之多少 很高很高的比例 你如果是9万 9万你每个月 比如说 产生的 你产生购买 比如说每个月 就算我们每个月 有9万的搜索量 你排到第一 你排到第一的话 你每个月大概能够有4万人 我估算一下 大概能够有4万的IP 就说这个词 你如果排到第一 可能有 我们笼统的讲 实际上是不能这么统计的 因为 因为这个 因素非常的多 因为你这个属于全世界的搜索 搜索的东西 我们假设我们在理想的状况下 不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 大概9万 你如果排在第一 第一位 你大概能够有4万人左右 来到你的4万个IP网站 就单单这个词 然后4万的IP 你能够 能够转化掉多少呢 就是说 4万的IP 你能够多少个 多少个IP 能会跟你产生购买呢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存疑的 如果按照百分之 百分之一来算 4万个IP 那能够有400个人 4万个IP 如果是百分之一的话 是400吗 我数学不好 我用计算计算一下 4万个IP 乘以 0.01 等于 对 400个人 4万个IP 如果按照百分之一的转化率 因为互联网 平均转化率 就是百分之一左右了 如果偶尔能够达到百分 百分之二 那也要看东西了 也要 也要看产品具体终端了 我们 我们用最最最普通的方式来 来想的话 就是 就是百分之一了 百分之一就是四百 四百个人 你 我们稍微理想一下 比如说 百分之二 有八百个人 我们刚才计算过这个 它来的流量 如果有七百二 它能够有 大概有百分之 百分之六十 能够把它转化 就是那个 六百个人能够产生转化 能够过百 它的比例 对不对 然后它产生的价值 跟你这个 这个这个词所产生的 四百个人 百分之一的转化率 对吧 如果是按照一 百分之一来算 它是四百 它是六百 这个词 反而会比 这个词 给你 对你的生意模式的 那个 贡献率 对不对 贡献率会高很多 因为它这个非常 就是说 这个词会非常的有效 对于你的生意模式来说 这个词还不如它有效 但是你 做 跟 把这个做的 把这个词做到第一位 跟把这个词做到第一位 那难度 难度 以及各个 各个方面的 投入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你的模式 更清晰 你 你所得到的 你所得到的效果 无非是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你能够挣钱 对不对 所以关键词的选择就比较重要了 你 你 你就 就说你看 跟谁竞争 我们可以 等一下我们可以举个 举个例子 给它看实力 来 给它一个看一个实力 要不 好 我们 好 这个是 AOED Lite 这个软件叫 MarketSamurai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的 现在 大家可以 现在可以 这里要非常非常多数据 非常非常多的指标 现在可能弄不了 没关系 我们稍后会讲解 然后我们现在就 结合刚才讲的 AOED Lite 对 然后SEO Competition 这个模块把它打开 好 我们 就是看一下 目前排在前十位的 这些网站 就是 收AOED Lite 排在前十位的 这些网站 都是哪一些 然后他们的 可能的 竞争 我们可以 预估算一下 他们的竞争 可能是 大概是多少 好了 就最后一点点 没关系 就这个数据 没有读出来 一点关系 没有 不要管它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By AOED Lite 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 好 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 这是两箱的对比 实际上我们 说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实际上 AOED Lite 这一整个 一系列的词 就是说 这一整个领域 竞争 你看 高高高高高高 就是下面的词 下面的 更加细分的词 它的竞争 也基本上都是高 你看我们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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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高 有没有中的 偶尔有中的 CarAOED Lite 汽车用 CarAO 这么一整 一整列下来 这么多词 一百个词 或者说 它说是说 可能有几十个词 就算没有到一百个词 都是高高高高高 所以一整个行业 一整个这个东西 它的商业价值 就非常的高 首先它是一个产品 它的 所以它的 终端就是卖 卖和销售 卖和转化 然后它的 它的下面这些细分 全部竞争都是高 说明这个行业的竞争程度 就是高的 所以它这个 这个例子 AOED Lite 和Buy AOED Lite 实际上它的 大家来看一下 它们的一些 重合的 重合的 一些网站 就是说 现在这些 就是它的 搜索各自的词 拍在前时的 这些网站 Super Bright AOED Lite 这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 在线销售 AOED灯的网站 维基百科 这是谷歌 谷歌产品 这个 这两个 这个谷歌产品 我们就暂时 先不去考虑它 就Home Depot 可能这是一个 内液还好 这个Cray 这 这些 这是Ebay 都有很多 首页在竞争的 这是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 这个词 它们 这两个词 同一个 排在第一页的 是同一个 同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 Home Depot 这个 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有一些 重合 有一些是不同的 有一些重合 有一些是不同的 重合的部分 就说明 这个 你就印证了 这两个数据 这两 这两个词 我们看的数据 就印证了 在这里 这里的数据 这个整个行业 都是比较高的 竞争 好 我们看一下 P2值 4051222 对 55334 跟对比 在这里 这里 就 就 就 单看这个指标 会比 会比这个词 可能要稍微 稍微强一点点 好 实际上差别 差别不是太大 就是这两个词之间 因为它们有 如果十个 大概有四五个 四五个重合 对 这两个词 的结果 有四五个重合 包括他们这些 后面这些数据 我们具体会讲 就是越红的话 说明竞争是越大的 通常来讲 通常来讲 这样一个词 竞争会比这样一个大 这两个词的话 具体来讲的话 也是这个 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 大一点点 然后它这个 跟它行业属性有关系 因为它整个行业 都是这样的 竞争都是高的 所以这个 这个区别 这个比它 比它大一点 但是区别不是太大 是这么来说 好 这个 这个就是竞争了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两个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也是一般人 一般人 做关键的调查 他们最终看中了一些东西 竞争的话 我们就 我们不看这个东西 我们不看 比如说它的搜索出来 它有多少 多少个页面 有点lites 多少 万 现在才八千九百 九百多万 那不是吧 还是有点少 我们不看这里 这个数据是不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 我们后面 会接着 详细去讲 这个要怎么看 搜索量和竞争 然后就要去看 SEO价值 SEO价值就是我们 做SEO的终端模式 它为我们产生的价值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AOLED lights 和这个byAOLED lights 他们可能 对我们这样一个 就是在线销售 AOLED灯的网站 它的SEO价值 by那个词 要比AOLED lights 这个词 要高一点 就是我们产生的目的 它能够转化 转化率是多少 是这样的 说这个SEO价值 它最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反复强调 就是跟你的终端 结合起来看 它能够为你的终端 产生多少价值 能够产生 它的转化率是多少 这个AOE灯的律子 我们已经举过了 比如说 我们再举个例子 叫byLadies bag online 这个是一个在 在线销售 我们女士包的一个 一个外贸BTC的网站 如果是这个词 因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表征 一个buy 一个动词 对不对 这已经是进行过预销售 它已经要掏钱 把钱包掏出来 把信用卡掏出来 已经放在桌面上 我要买了 告诉我去哪里买 买 就是说让我挑一下 我就马上付款了 对吧 它已经非常的明显 所以任何一个buy 这样一个词 再加上后面这些产品的词 就它对你 然后跟你的终端模式是符合的 吻合的 它的价值就是非常的高 然后再换一个词 叫lady bag idea 这个词 它的核心就是在这个idea上了 不是一个buy上面 然后对于这个词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在线销售女士包的网站来说 这个词 它的价值就很低很低 或者说 有时候可以把它认为几乎没有 那得对也可以的 对吧 它因为它跟我们这个终端联系在一起 不能为我们的终端产生什么 一些很具体 很直接的转化 因为收这个词的人 它不是冲着要来买的 对吧 但是这个词 我们的终端要是换一下 我们的终端是什么 是一个设计公司 对我们的 我们的网站是一个设计型的网站 上面都是一些行业 设计行业精英的一些论坛 一些集合 一些文章 一些交流的东西 那这个词 对这样一种模式 这样一种终端的转化 就要比上面那个词要好一点 因为你这个idea 这个idea 我们可以聚集在上面讨论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比如说我们都是设计师 我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idea 对不对 然后我会我把这个idea写出来 然后我比如说有些设计图稿啊 拿出来 设计图稿就是一些初步的 初步的草图 对拿出来 我交流一下给大家同行交流一下 然后你这个同行或者说是你这你你也是设计包的一些设计公司老板 你看我这个idea不错啊 然后比如说你要跟我买啊 你要跟我买这个idea 对不对 你把完整的结构完整的这个东西做出来给我 那我们再来讨论 可以的话就我就跟你买啊 我们产生了 然后就通过这样一个词来进行产生一个销售 对不对 这个就是对不同终端而言不同的词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的终端来选择这个词 对不对 在在上面上面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啊 在线销售女士包这样一个bc外表bc网站 下面这个idea这个词就毫无意义 可以这么说 然后然后那个下面这个这个词 对我们的终端是一个设计性的一个社区讨论 或者怎么样一个bc呢都好 上面那个词的价值就远远不如下面这个词 idea这个词来的要好 这个这个就是SU的价值 我们一定要在关键词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 好最后一个词就是一个趋势 好趋势是什么 就是一个关键词 它的走势如何 它的它的走势就是靠它的搜索量这个这个指标啊来看的 因为做SU来说是做做的是在未来 不是在现在 因为SU不是马上做马上有效果 它的它的效果SU的效果肯定在未来 所以我们肯定是想我们做的词 它的走势肯定是上扬的 收索率啊 收索量上扬一个上扬的走势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你做上去以后会产生的价值会比现在会高很多很多 或者说至少你得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势 不要说一个一个急剧下滑的这样一个走势 因为我们做外貌或者做怎么样的东西都不希望是一个呈现一个下滑的东西 它可能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走向衰落了啊 以后做出来的效果 做出来的意义 做出来产生的价值 你花同样的时间进去资源去投入 你以后产生的利益 就完全不一样 就因为它的走势问题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看走势的话 我们用Google Chain的Google趋势来看 我们来输入 我已经这里已经输入就是AOE的Lights这个词 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它走势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年份 大家来看啊 从2004年开始 05到现在的12年 它的去显示一个一路走高 随着年份的增加 它是一个一路走高的 一路走高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做AOE或做关键证价 乐于看到 这是一个很有潜力 以后的价值会比现在更高 因为它的搜索量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有价值的一个词 这都是我们最最喜欢看到的 所以这个词去做的话 有前途有意义 大家是这么去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过去一年当中 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返回去看一下 还有不光是看走势 还有看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你看虽然它每年每年都在增加 它好像它都在每一年的年末 这个时间段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 一个剧烈的上升 然后也呈现一个剧烈的下降 每一年的年末 04年年末05年06年07年 看每一年的年末 都是这样一个 一个情况 这说明它这个行业有一个共性 可能在年末的时候 会有一个巨大的需求量的巨大的上升 然后过了过了某一个时期 你看这个它的走势也非常的陡峭 上升以后马上 在短时间内马上就下来 就可能在某一个点 可能是圣诞 还有过年这个前后 它是它的采购高峰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时期的需求量是最大的 然后我们换到 换换换到去年 换到去年 看一下它的一年走势 会不会跟这个 全年就是不同年份的走势差不多 你看 这个是一月开始 对不对 四月 七月 十月 全年走势都是比较平缓的时候 到了年末 这里是十月 这里十一月 这里是十二月 十二月以前就是十一月多 达到一个高峰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 十一月 十二月 多一点 集中在十一月 十二月 是这个产品 一年的搜索量的高峰 也就是它可能 就是需求的高峰在这里 印证了 其他的就是其他年份的 他每一年都在这个年末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走势 然后突然下来 对 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后期 比如说它进行推广 需要在什么样的时间 全年在什么样的时间进行推广 提供一个参考 你各个线上和线下的营销促销活动 就会在年底的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功课做足 这个时间可能是你全年营销的重点 你全年投资回报最好的一个 一个时间 好 包括下面 包括下面这些搜索的 排在前面的地区 澳大利亚 美国 南非 英国 加拿大 阿菲律宾 对 前面这些国家可能会比较有参考性一点 然后这些是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了 还有美国一些城市他们这个 这个在做区域营销的时候 可能会有用到一点 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的参考意义是不大的 参考价值是不大的 这个是AOLED灯 好 我们换一个例子 CCTV Camera 监控 看这样一个词 我们也是从年份开始看 All Year 它从04年开始到12年 比较平稳 它曲线一直比较平稳 从这里开始 然后到这里 也是这个虽然略有下降 但是也是比一个属于比较平稳 这样这里也算略有上升 一直处于一个比较上升的趋势 而且到目前为止 它一个是一个呈现 也算是一个呈现上升的趋势 但是它走势没有像刚才 AOLED灯那么那么陡峭 就是说需求量的增长那么明显 但是它也是在增长的 也是在增长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词也是可以的 也是非常可以的 所以大家去做的话 也是可以说满快信心去做这个词 它是有前途的 还有换回来一个词 因为举个例子 当时我还在 就是说我们温州这边 为一家外贸公司在做的时候 我们有在讨论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做的产品叫促销礼品 促销礼品我们当时就是11年的时候 那个是11年吗 我也忘了是威廉王子结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婚戒 他的婚戒的那个房品 非常的流行 当时就是说在义务的 义务有一些工厂的话 他拼命的仿制这些婚戒 然后再出去做网站 在网上做零售 还有一个小额批发的事情 非常的多 那当时那个出来没有多久 后来吧 后来那个我们那个原来 那个外贸公司的老板 你跟我说了 我们要不要做这个 然后 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一个事件性的产品 对不对 他当时他是一个事件 就是威廉王子结婚 事件性的产品 在事件平息 或者事件降 渐渐的呈现一个下降的 一个趋势的时候 就是说事件过后了 他搜索量 肯定会呈现一个急剧的下降 甚至是没有了 再也没有人搜索这个东西了 可以 事件性的搜索 事件性的影响 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热度过了 曝光过了 以后他就下来了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这个谷歌搜索的关键词调查 趋势关键词调查 给他看 我们就决定不要再做了 这个词好像 对对对 我已经输过了 Prince William Wedding Ring 好 这里可以看到 年份 按照年份来看 在前面根本就没有的 可能是到了 10年的年末 对 然后可能有这个事件的话 他有一种炒作 说 哎呦 我明年我要结婚了 怎么样 媒体的话 会当时媒体报一下 后来他就平息了 然后到了快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这个东西又来了 他随着媒体的曝光 他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这个戒指 他又来了 又又上来了 然后我们换到11年吧 因为是11年的时候 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结婚 但是按照这个曲线图来看 1月2月3月 对不对 3月 可能是3月多 3月中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了5月 可能应该是4月多的结婚了 结的婚还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3到5月之间 这个事件 曾经爆发性的增长 然后这个事件 一旦结束后 马上成立一个 几句的跌落 后来到了 你看到了6月 到了后面 根本就没有了 按照这个数据来说 他根本就没有了 就所以说 已经没有意义 再去做这个事情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说 如果要做的话 就要赶在当时 而且你可以做一个 对 我们可以注册一个 这样的一个域名 然后架设架设一个网店 然后马上就产生一个销售 或者说 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那个 做去做谷歌的 那个PPC营销 对 好 整这个事情过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网络一撤 然后这个这个网络一撤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赚到 你可以在这个事情当中 赚到很多钱 但是过后的话 我们在为他做长久的 也是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人搜索了 这个就是趋势 带给我们的思考 以及带给我们 对这一个指标的研究 好吧 好吧 这一节我们讲的四个基本点 大家再回顾一下 是比较重要的 以后我们在关键词 做关键词研究的时候 会应用得到的 我们会有实力 对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些实力了 我们后面的话会结合更具体的指标 来探讨他的研究和他的意义所在 好 这个小节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小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